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 疏通我们手臂上六条经络的方法 把手臂上的六条经络疏通以后呢 可以调理我们的手腕疼痛 肘关节疼痛 以及我们的肩膀疼痛 手臂上的六条经络疏通以后 可以调理我们心、肺、大肠、小肠、三胶和心包经 这些的问题 下面呢,我为大家示范和讲解 这个方法怎么去操作 首先,我来给大家演示一遍 好,这个呢,非常的简单 跟着我详细的为大家讲解 认真的学习和练习 首先呢,我们自然的站立 把手拿起来,在胸前的分开 手掌朝前,手掌立起来 然后向下慢慢的旋转 旋转从我们的胸这里上来 好,再手掌朝前 走,慢慢的去做 刚开始做呢,你的手臂、手腕会感觉非常的酸痛 放松身体,慢慢的去做 好,没有看清楚的 我来给大家详细的去做 手朝前 慢慢的往下 到我们的胸前 往上 再回 好 这个动作呢 每天坚持练习100次 如果你一次练不了 可以休息 寻寻渐进的来 练好了以后呢 疏动手臂 想学习更动的养生知识 可以点击左上角 关注我 或者是在视频下方 点赞 评论 留言 和我进行交流 谢谢 谢谢